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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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集體 主席 主席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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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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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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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说 感谢观看 有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跟 感谢观看 那 感谢观看 之后 对于 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身份 和 全面 感谢观看 顶 登记 对于 有关 我们 致 发行 臣先生與高先生二位同性民眾向臺北市中山護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記 本部在韓巡法務部解釋二位同性之人得否結婚 法務部101年5月14日韓副本部仍維持84年之見解 並且補充司法院誓字第365號解釋理由書 及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加抗字第156號民事判決意志 一彩相同之見解 縱上基於政府一體各有權責 有關結婚登記需符合民法對於結婚之實體要件規範 本部均系一民法主管機關法務部之意見辦理 至於法務部認為民法第四篇親屬第二章婚姻規定之結婚 其解釋適用應以一男一女違憲 是否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 及是否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志 本部尊重法務部之意見 縱上所述 戶籍行政乃在確認或是公正人民之身份 作為人民享受權力負擔義務之依據 我國護政制度自日據時期迄今 以不同時期的法律背景辦理民眾的身份登記 以結婚登記而言 我國舊時婚姻關係為一夫多妻制 在日據時期承認夫妾為合法的配偶 並且有遭罪的婚姻 為台灣光復後適用我國民法不容認納竊行為 87年民法廢除罪婚制度 所以婚姻制度依其時空環境之背景 與民眾之通俗習慣而演變 是以如果未來民法修正 將同性婚姻法制化 或者是立法創設非婚姻之其他制度 例如同性伴侶且需辦理戶籍登記者 基於戶籍法第四條規定 戶政機關自將配合辦理 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侶之身份登記 以上說明敬請酌參 謝謝 好 我們接著呢 請關係機關萬華區戶政事務所陳述 審判長 各位大法官 大家好 關係機關台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報告 有關本案 原於當事人齊先生 宇秋先生 於102年3月21日 至本所臨貴申請辦理結婚登記 應與現行法令規定未符 本所以102年3月22日 北市萬華登字第102 302 93800號含付 否准其申請 當事人不服本所所為處分 依法提起訴願 經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 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駁回 再提起上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上訴駁回 其次說明現行相關法令規定 按戶籍法第9條第一項規定 結婚姻為結婚登記 同法第33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結婚登記 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另按民法第972條規定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同法第982條規定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 有兩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互證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另一內政部101年5月21日台內護自帝 1010-195-153號函事規定 按我國民法對於結婚當事人必須為一男一女 雖無直接明文 但從其規定意旨 可推之我國民法 對於婚姻之定義細彩 以終生共同生活為目的之一男一女 事法結合關係 另關注司法院市字第365號解釋理由書 及台灣高等法院89年度加抗字第156號民視判決意旨 亦採相同之見解 而依司法院市字第365號解釋理由書略位 由一男一女成立之婚姻關係 以及因婚姻而產生父母子女共同生活之家庭 亦有上述憲法規定之適用 不依其對婚姻關係之解釋 亦有一男一女成立 有關护政事務所目前辦理結婚登記 均係依照現行法令規定辦理 為為尊重性別多元文化 台北市各區护政事務所 已於104年6月17日起 開放同性伴侶助記 又自105年起 陸續提供跨縣市辦理同性伴侶助記服務 以實質促進同性伴侶權益之保障 並持續落實性別平權政策 以上謝謝 好 我們接著就進行申請人方跟官機機關的尋打的程序 那麼我們就先由申請人台北市政府還有吉家衛方來詢問 那麼官機機關再來打詢 接著呢再次由官機機關法務部內政部 萬法區域負政事務所來詢問 那麼申請人方打詢 那麼詢問的時間呢 各不超過兩分鐘 回答的時間呢 各不超過四分鐘 那麼都請在席位上 不用離開 在自己的席位上發言 那麼我們首先呢 就請申請人台北市政府方詢問 就看你們要詢問官機機關的哪一方 是的 這裡台北市政府想要請教法務部 因為剛才 剛才部長有提到說 我們修改民法承認 不管是婚姻或伴侶 必須在不妨礙婚姻制度 跟公共利益的情況之下來做 那我們這裡想請教的是 如果我們修改民法承認同性婚姻 會造成什麼不良影響嗎 有沒有什麼情況下會影響公益的 能不能有很具體的例子 讓我們來討論 那第二個也跟法務部有關 那如果有必要看內政部 是不是需要回答 就是如果現在我們修的不是民法 而是要變成一個伴侶法 那麼修改了之後 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 需不需要跟著一起修正 其他的權利義務關係 是不是會受到影響 例如說 如果是外籍配偶可以申請依親 可以拿外僑居留證 那外籍伴侶可不可以 那麼如果是伴侶可不可以撫恤 這些是不是請回答 謝謝 好 那我們底下呢 請申請人齊家威方詢問 是 我們想請教法務部一個問題 剛剛邱部長談了非常多的立法行程自由 並且以立法行程自由為理由 認為現行法核限 並且也說在本案 其實視線機關某種程度也暗示 應該要自我節制 但是法務部在立法行程自由的這些相關的分析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立法行程自由的界限要怎麼樣劃定 所以現在我想非常具體的請教邱部長 如果立法者判斷 認為說已經過了生育年齡的人 因為已經沒有自然生育的可能 所以可以另立專法來規範他們的結合 部長您認為這是不是立法行程的自由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關機機關邱部長 謝謝 那有關於這個台北市代理人廖教授 他所問說修改民法會這個 有沒有可能妨礙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 我想民法這樣的一個機制 它不是單純就民法而已 事實上是整個社會在數千年裡面 就有關於包括司法上這樣的一個婚姻的結合 還有保障家庭跟婚姻這樣的一個機制 譬如說刑法239條 或者是這個重婚 甚至夫對於妻這樣的一個行為 都是相關這樣的一個機制裡面 那所以你單純修改民法 其他社會的機制是馬上造成了衝擊 特別是像技師工業管理條例 它裡面明定的一個叫嫁取婚 好問題這是以這個異性這樣的一個結合來做 所以好問題它一定會衝擊到 除了民法以外 整體社會以婚姻跟家庭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帶來的這樣的一個相關機制的衝突 相關機制的衝突 第二個就是說簡單的舉一個另外一個生活的事實 那在這個過年的時候我們在家族的這個祭祀 這個祭祀裡面突然有一個長輩問我說 那這個將來如果是這個排位 祖先的排位 如果是同進婚姻的時候 是要寫兩個都考考 還是批批 那整個家族就為了這個產生的爭辯 那同樣的情形 也就是說昨天我收到了婦文 那我們在庶民的生活情境裡面 他到底未來要怎麼定位 這個到底是媳婦還是女婿 不論是在男男或女女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生活上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秩序上的衝擊 那在上個禮拜 立法委員也問我這樣一個問題 說你們不要速度不要太快 因為他們未來去參加婚禮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稱新郎新娘 到底要不要稱男方主婚人或女方主婚人 那這個在中南部它的衝擊更大 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社會上對於這樣的一個同婚跟反同婚 事實上是還沒有做溝通 也還沒有達成初步的方向跟共識 那如果我們貿然做這樣的一個修改 那毫無問題它一定會衝擊到社會秩序跟公共利益的 以上 好 那內政部張市長有沒有要答詢 好 有關剛剛台北市政府廖教授這邊所提的問題 就是如果另外訂立了同性伴侶法 那麼是不是相關的法律會有一些要修正的地方 那如果是以戶籍法來講 依照戶籍法第四條 它的第六項的規定 其他依法律所謂的登記就可以來做 所以如果未來有這個同性伴侶法的訂定 在戶籍法的部分 是可以依法來做後續的相關登記的事宜 那至於說這個外國的配偶 他的同性伴侶 是不是可以到台灣來依親 那這個部分是涉及到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也就是外交部主管 他的依親簽證的合法的事項 那這個部分我想 這個未來如果同性伴侶法有訂定的話 那相關的法律 勢必要配合做一些的調整跟處理 那如果外交部那裡是可以依照外國簽證條例 實行細則來發行依親居留簽證的話 那麼我們的移民法就要配合來發所謂的居留證 那這個部分是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那麼我們底下是就相關 我剛剛沒有對這個吉家威跟許秀文代理人 好 你還有兩分鐘 你剛剛還有兩分鐘沒有時間 現行民法對於關於婚姻的這個要件 並沒有所謂以生育能力作為他的必要條件 所以呢 坦白講六七十歲的男女他要結婚一樣也可以 那更不要講跟生育能力有關係 所以現行民法本身就不以這個生育能力作為他的要件 那當然這個民法在立法的當時呢 他是綜合整個這樣的一個包括人類繁衍 包括這個人倫秩序 包括養育子女等等 這樣一個多重這樣的一個社會功能 那立法者顯然應該有這樣一個期待 希望說這樣的一個家庭 應該也有繁衍這樣的一個功能 但是他不是他的要件 好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就是由關西機關 詢問 那麼由申請人 來回答 那麼現在呢先請 關西機關法務部詢問 是不是由邱部長要提出問題 謝謝 我們都知道這個法律的制定他是反應社會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才來給予一個制度性的確認跟保障 我們民法婚姻的規定是在1930年來制定 那制定了當時他是依我國人民呢 在數千年來這樣的一個生活 所形成這樣的一個社會規觀跟機制 那我想這個從我們民法這個制定史料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他的立法理由 那這裡面呢 不論是這個 御序掛鉆約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妇 那經解約婚姻之禮所以名男女之別 那所以呢我想民法這個在民國19年制定的時候 他是依這樣的一個歷史發展跟社會的需求來做這樣的一個制定 但是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顯然不論是我國或者是世界各國 對於這個所謂的婚姻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結合 是由男女兩人以外的來締結這樣的一個討論或者是社會需求 毫無並沒有的了 那這個大法官呢 歷年來的解釋一直到民國91年的554號解釋 都再次的肯認所謂婚姻自由這樣的一個機制 憲法在22條保障的婚姻自由這樣的機制 是肯定一夫一妻這樣的一個婚姻制度 所以我們想請問這個申請人齊嘉威跟他的許代理人呢 能不能讓我們理解一下 到底這個同性婚姻這樣的一個社會需求是在何時出現 那民法未就同性別兩人分一加以規定 那到底是在什麼時候違反憲法 好 那這個我們接著 關於機關那個內政部張市長有沒有問題 好 那麼萬華副政事務所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剛剛提問的是 請齊嘉威方答選 我先確認一下剛剛法務部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說同性結婚的需求在何時出現 第二個問題 對不起是什麼 剛剛好像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大法官呢一直到51年民國51年 554號解釋都91年民國91年都再度的多次的確認 憲法22條是一夫一妻這樣的一個婚姻制度的保障 那到底你們認為我們民法這條的規定是什麼時候開始違憲 關於法務部的這個提問 我想其實重點在於同性結婚的需求 它在哪一個時間點出現 這個我想每個人的答案不會是一致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有一些同志伴侶 他們已經等不到法律的承認已經過世了 而在歷史上作為一個被非常嚴重壓迫的群體 當那麼多的同志無法現身 無法說出他們的需要的時候 請問我們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要如何界定需求從何時出現 異性戀族群作為一個歷史上優勢的群體 因此結婚的這個權利 比較早的被承認被看見 但我想也不至於像邱部長所說的是 數千年來我國人民所累積的各種這種傳統 數千年來我們的婚姻制度 面貌從來不是一致的 更不要忘記所謂的我國有非常多不同的民族 原住民他們的婚姻制度就跟漢人不是一個樣子的 所以數千年來我國的婚姻制度本質長的什麼樣子 我倒是很想問問看法務部的看法 第二個問題 其實邱部長剛剛在一開始的口頭陳述就提到說 大法官各號的解釋是以一夫一妻作為前提 其實我不認為這個狀況是這樣的 什麼叫前提呢 大法官哪一號解釋哪一句話說性別相異性是婚姻的前提 我看不出來 我想法務部顯然誤解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法務部所援引的大法官解釋 本來就是在一個異性婚的脈絡下所做的申請解釋 但是這一個個案的脈絡 以及婚姻是一個異性婚的現狀 並不足以做成說這個是一個前提 況且我也要說今天申請人並沒有否定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或婚姻自由應該得到憲法的保障 申請人反對的是為什麼保障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必須要藉由排斥同性結合 並且被平等地稱為婚姻的權利 也就是我們認為平等是一種我站起來了 沒有人需要因此倒下的價值 簡單地說 邱部長或者我們今天護政司的各位同仁 我國的制度裡面 結婚是沒有配額的限制 沒有每年的總量管制 異性可以結婚 同性可以結婚 並不會影響同性結合的任何的自由和權利 在此情形我還是要請 就是我想我還是要重申 我們看不出來 無論是法務部所說的要維持一定的傳統 婚姻的價值或者是數千年來的各式各樣的 所謂社會秩序等等的這些說法 事實上都沒有辦法解釋 事實上也是法務部一直在迴避的就是 為什麼這一些秩序的維持必須要藉由排斥 同性結婚的自由來達成 謝謝 好 那麼我們底下呢進行的程序呢 就是由申請人方或者是關係機關方來來詢問 鑑定人 那麼詢問前呢就應先先進本田的許可 我們已經事先呢把鑑定人的鑑定意見書 都已經送給這一個兩方 所以都已經有事先閱讀 那麼詢問的時間呢一樣各不超過兩分鐘 那麼鑑定人呢回答的時間呢也是各不超過四分鐘 一樣呢都請在自己的席位上發言 那我們本案呢指定的鑑定人呢分別是 有台北大學的陳愛兒副教授 政治大學劉鴻恩副教授 台灣大學張文貞教授 政治大學陳慧心教授 中興大學李慧中教授 還有中央警察大學鄧學仁教授 好 那麼現在哪一方要詢問 那麼請先說明呢是要哪一位鑑定人打詢 那麼可以 好先邱部長 謝謝 請你先說明你要請哪一位 我是一次請一個還是可以一次請兩個 可以可以 我們如果有時間夠的話都可以重複 那麼你可以先請一個或兩個都可以 我先請教這個陳愛兒教授跟這個劉鴻恩教授 請問陳愛兒教授就是說 就憲法22條所保障婚姻自由 學說上有說婚姻自由對合法婚姻受制度性保障 即法律對婚姻所給予規範下的這個自由 那並且認為同性婚姻的允許與否不僅是法律問題 也涉及文化習俗 宗教政治跟金色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 那這個在吳庚跟陳存倫兩位學者的著作裡面有 那所以有關婚姻制度的內容 立法者是不是有優先的決定前 對於大法官婚姻自由的解釋 是否會限制立法者的行政自由 這個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想請教劉鴻恩教授的就是說 憲法22條書規定 凡人民的其他自由與權力不妨礙社會秩序 跟公共利益均受憲法的保障 那劉教授的鑑定意見裡面有提到 憲法22條的社會秩序不應該等同於傳統其俗 那我們也認同 但是傳統其俗應該是社會秩序之一 但是他也認為說應該是合乎憲法價值的這樣的一個秩序 那只不過憲法價值的這個秩序 往往會有相衝突的地方 譬如說假設今天婚姻的自由 它跟宗教自由產生的衝突 跟契約自由或學術自由 那這幾者都是憲法所保障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那到底應該如何來兼顧 那本案如果透過大法官的解釋 將婚姻自由擴張到同性婚姻 那釋憲者如何來考量對於文化習俗 宗教政治 政經社會 道德倫理 跟現實社會秩序的影響跟衝擊 那這是請教劉教授的 以上 好 那麼是不是先請那個陳愛爾教授 四分鐘 這個我想邱部長詢問的問題 主要是關於針對婚姻這個制度 然後立法機關跟違憲審查機關之間的這個功能劃分 應該說這個如果採取這個強調婚姻是一種這個制度 而且憲法所保障的就是婚姻的這個制度 而且如果是在就在婚姻的制度的範圍裡面來討論這個婚姻自由的保障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平等的保障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關鍵的核心其實就在這個應該要先界定先了解 所謂的婚姻制度的婚姻 然後應該要如何來界定 那這個界定的權限呢 其實基本上從學理的角度來講 如果是一個傳統的制度的話 應該說它都有它的制度的核心 然後這個制度的核心其實大法官 然後就是我們的違憲審查機關當然有這個解釋的權限 但是就這個部分其實我想各國的困難就在於說 對於這個所謂的婚姻的制度的核心的意涵究竟為何的探討 然後我在見聽報告裡面其實也提到了 這個即使包括在德國的學術界 其實也有這個顯然不同的意見 那目前德國的多數的見解還是把這個異性的結合當作是這個婚姻制度的核心的部分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就這個地方其實就被理解成是制度的核心 然後就這個部分就要受到憲法的保障 然後在這樣的範圍之內 其實就談不上所謂的立法行程空間 立法行程空間是不可以碰觸婚姻的制度核心的 所以我想如果指的是關於這個立法機關跟這個違憲審查機關之間的關係的話 那立法行程自由其實應該是說在這個核心的部分以外 它自然有關於這個相關的事務的安排的空間 這是第一個我想指出的 第二個其實就是那究竟何謂婚姻的這個制度的核心 然後就我看到的德國的學術上的爭議 其實我想主要的爭點就在這個 要不要把這個傳統所理解的這個異性婚姻 還持續把它當作是婚姻制度的核心 那事實上的確也有學者指出 然後說這個其實雙方相互緊密的結合互互責任 這個才是真正的這個當代的婚姻制度的核心 那就這個部分其實我在今天報告裡面也提到了 這位學者但是他自己也承認 說目前德國的支配性的見解 那他還是認為這個異性結合事實上是核心的要素了 那如果問我個人意見我可以簡單的說 這我會認為說這正是爭議所在 如果是爭議所在的話 然後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要留存一些 這個社會互動的空間 而不是這個居然的就認為說 某一個見解是對某個見解是錯 然後以這個為標準來認定核心還是違憲 以上 好我們接著請劉 是劉鴻恩教授 好陳如這個相關機關的這個邱部長所說 其實憲法第二十二條所說的這個不妨害社會秩序 並這個社會秩序的定義並不是以傳統習俗或千年的這個習慣為內涵 同樣的在這個大法官歷年來所提到的這個制度性保障 對於婚姻的制度性保障 這所謂的制度也不應該是以所謂的千年傳統或傳統習俗為限 那邱部長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究竟什麼才是我們要去做判斷符合這個憲法二十二條所說的不妨害公共秩序的一個憲法的一個價值上的判斷 也就是說不是以傳統習俗為標準 而是以憲法整體價值體系的這個價值觀為標準的話 那究竟這個價值應該如何來做一個抉擇 我想這一個抉擇當中我們當然包括憲法當中所要保障的自由權、平等權 這些都是我們在做抉擇的時候必須要納入考量的 那至於說所謂的這個傳統習俗是否要繼續維持 我們經常可能看到在過往的大法官解釋的例子以及立法院修法的經驗 經常也把所謂的傳統習俗給修改掉 比如說千年來的傳統這個在夫妻結婚之後 這個妻是以夫之助所為助所的所謂的一個七重夫的傳統被大法官宣告為違憲 那又比如說有關這個子女的姓氏應該要在婚姻之後的家庭當中 這個子女要從父姓還是從母姓 這也牽涉到剛才其實邱部長提到所謂祭祀的問題 但是這樣的千年傳統也一樣的我們其實是在修法的過程中 目前子女是可以從父姓也可以從母姓 那也包括說我們千年傳統當中在家庭裡面對於小孩子的一個侵權行使是以父權優先 但是大法官也同樣在4至365號已經宣告了這樣的一個傳統習俗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千年傳統是違憲的 那也因此立法已經做了修正 所以我們這裡看到的一個核心的在過往的經驗當中 會被認為傳統習俗不需要被維持的甚至應該要被廢棄的 經常就牽涉到憲法整體價值要判斷的包括平等原則的一個維持 包括一個對於人民自由不必要之限制 所以我們今天要問的是傳統習俗如果要維持 但這個傳統習俗事實上如果在自由權跟平等權上面 有可能對某一些人民造成傷害 我們就要問它的必要性何在 那即使我們今天不去維持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千年傳統 又究竟會造成什麼樣的負面的影響 那邱部長剛剛提到一個負面可能的影響是對於我們的文化 傳統倫理生活上面的影響 但是我們從過往這一個包括子女 現在可以自由選擇從父性從母性的這樣一個大法官解釋之後的一個立法修正 大家所擔憂的這個千年傳統的一個對我們文化生活倫理上面的影響 並沒有對我們社會造成想像中的衝擊 我們再看比較法上國外的經驗 其實世界上已經有相當多的國家已經將同性婚姻域合法化 也是改變了傳統的所謂的千年習俗 以國外的經驗也並沒有看到對於所謂的倫理文化生活造成什麼公共利益上的破壞 所以今天要問的問題或許是說 今天在憲法價值整體的判斷之下 究竟還有什麼理由如果沒有妨害一個具體的一個公共利益 只是破壞某一些人民心中的道德感情 那我們究竟可不可以以人民的道德感情 作為一個去來和限性的目的來侵害人民 某一些人民的自由權跟平等權可能就產生疑問 以上是我的回覆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請那個申請人方 是不是請齊家衛方 齊家衛的代理人這邊想請問李慧中教授 您在鑑定報告中有提到 同性戀者無法經由通常途徑生育下一代的要素 足以導致其在婚姻及家庭制度上可以被差別對待 那麼鑑定書的意思是否認為 這個通常途徑生育下一代 就是一個合理化差別待遇要達成的重要或極重要的公共利益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那個李教授 市長 不好意思 我們要把所有的問題丟出來 好 謝謝 那申請人這邊繼續問 陳惠心教授 請問陳教授 一夫一妻一男與女的婚姻制度 是不是數千年來的傳統 1930年的民法規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您認為是依據傳統還是改變傳統 那這個是我們想詢問陳教授的問題 那再來我們想詢問張文貞教授的問題是 法務部認為禁止同性結婚是立法行程的自由 請問教授認為立法行程的自由是不是毫無界限 或者它在什麼狀況之下有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節制 那最後我們還是想再請問劉鴻恩教授 教授是否認為現代婚姻制度的目的 是在保障基本的人格自由 而不是用制度來限制人民的自由 謝謝 好 那麼現在有被詢問的是有四位教授 先請李慧中教授 好 謝謝提問 那麼審判長還有各位導官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個同性戀者 那麼他是一種正常但只是不通常的現象 那一般人對這種現象的不理解 不應該導致制度上對他做太過度的差異 那麼至於生育的可能性 這個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那麼這個異性婚有同場 當然他不以這個婚姻不以生育下一代為目的 但通常他有這種機能 這是人類天生有的一種生理上的機能 那這樣子在處理這個議題上面 那麼可以作為差別對待的理由 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 來作為這個差別對待的一個基本的理由 那麼因為婚姻 往往跟家庭制度結合在一起 那麼有婚姻 那麼希望有延續下一代傳承文化教育子女 還有包括社會上面的各種各式各樣的互動 那麼這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這個生活機能 那麼家庭也是社會上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麼在這個大法官的解釋裡頭 我也特別強調婚姻跟家庭的關聯性 跟子女教育的人格發展的重要性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的確可以作為差別對待理由 但是要差別到什麼程度 差別到什麼程度 這是另外要去處理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這種差別待遇可以導致我們去對同性的婚姻 我們可以同性的結合 到底要給她婚姻或者是給她另外一種的制度 它的差別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面的這個問題就會產生 我們如果定義的同性伴侶法 這樣的一個合憲性就可以被支持 它的確有這樣的一點 薛偉的那個區別 以上 好 謝謝 接著請陳衛星教授 好 謝謝 在傳統中國社會 因為人們是可以有一夫一妻多妻的 並不是一夫多妻 是一夫一妻多妻 1931年的修法 就大大的改變了傳統社會 強調一夫一妻的制度 而允許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 因為當時的民法 992條重婚是可以被撤銷的 這樣的一個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制度 到了這個大法官22號 362號以及552號解釋 以及我們在1985年的修法 我們才終於在民法的 988條跟988條之一 確定了絕對的一夫一妻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說是當偶制度 那我要來回應的是說 過去台灣20多年來 我們有不斷的修法 也不斷的透過大法官的解釋 改變了傳統非常多 這個對婚姻的想像 以至於我在我的 建定義件書裡面一開頭 我就認為現在民法972條 所謂的婚約要由男女當事人訂定 必須從嚴格的文藝解釋來看 也就是說事實上嚴格的文藝解釋 剛剛包括法務部 甚至台北市政府也都說了 法律並沒有明文說 我們的婚姻制度 必須是一夫一妻子 那如果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 一夫一妻子 立法者呢 也沒有明白的這樣的強調 同性婚姻是違法的 那麼 台北市政府不讓這個 同性婚姻者呢 去做婚姻的登記 我認為這才是違憲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今天大法官會議 提出了四個問題倒過來問的話呢 那我們可能要先說的是 972條並沒有限制婚姻只能是一夫一妻 因為從嚴格的文藝解釋 剛剛在這個其他的發言裡面有提到說 文藝解釋 歷史解釋 不過大家恐怕都忘了最近這幾年來 在台灣解釋法律是要做核線性解釋的 也就是說民法972條 從核線性解釋來看 不能夠去排除同性別的人的婚姻 但是我的問題是 如果一旦同性別的人去做了結婚的登記以後 他沒有辦法面對的 或者沒有辦法處理的是 確實民法在這個親屬篇第二章 關於婚姻的效力部分呢 確實是不斷的用夫跟妻這樣的字眼 也因此 憲法保障同志的這個婚姻權呢 必須透過修改民法 或者在特殊的狀況下訂定專法 他們的這個婚姻上的這個完整的權力 才能夠受到保證 那我要回應法務部長剛剛提到的說 這個婚姻制度先移事實 那就用這句話來說 台灣社會有這麼多的同性辦理 已經存在的事實 難道國家法律不要來回應這樣的一個需要嗎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張文珍教授 謝謝 我回覆那個 申請人齊先生的代理人的問題 有關於這個 立法行程自由是不是有界限 那當然立法行程自由是有界限的 它的界限就在於 憲法上所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以及憲法的相關基本原則 那這是我國歷來的大法官解釋 都有明白去加以這個說明的 那也因此在我的鑑定度書當中 清楚的提到說 其實過去這個大法官在好幾號解釋當中 那其實明白的去區分了 憲法上所保障的婚姻權跟婚姻自由 跟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或婚姻制度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相同 那在這個釋字第362號解釋當中 那我國大法官是清楚明白的去保障了 憲法上人民結婚自由之意志 那但是在好幾號解釋當中 大法官雖然有提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或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 那不過這個我必須要具體指出的是 在釋字第552號解釋 那一號解釋當中 大法官就明白的 以憲法上保障人民結婚自由之意志 去限制了這個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那因為在內號解釋當中 其實涉及到這個 重婚後婚的這個婚姻的撤銷的問題 那大法官在那一號解釋明白提到 雖然我國有所謂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可是為了要保障憲法上的婚姻自由跟婚姻權 因此很例外地在內號解釋當中去明白說 後婚者他憲法上的婚姻自由跟婚姻權必須要保障 那也因此例外地去承認在我國現有的法制底下 是例外地會有一夫一妻以外的 那其他的 那在這個案例當中 事實上就是一夫多妻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在我國憲法解釋上 其實並不是以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 或者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作為憲法上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內涵 這個也是我必須要具體指出來的 那事實上大法官解釋 是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非常清楚小心翼翼地去明白區分這兩者 大法官從來沒有清楚地去定義婚姻自由跟婚姻權的內涵究竟為何 在每一號解釋提到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或婚姻制度的時候 大法官都很謹慎地去使用 這個是針對現在有的婚姻制度跟婚姻關係來做解釋 那其解釋現有的這個制度跟關係是不是合憲 還是必須要回過頭來去看 這個憲法上婚姻權跟婚姻自由是不是有受到保障 那因此我們可以講 今天大法官如果要針對這個目前的婚姻制度 排斥這個同性性傾向作為一個婚姻制度的內涵 那這是大法官基於憲法解釋的義務必須要處理 那這樣子是不是這個對同性性傾向者 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跟婚姻自由 那有所抵觸 那在我的鑑定意見當中已經很清楚地提出來 那憲法上的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定義 應該是要以平等尊嚴人格的這個主體 那一個共同的排斥性的親密性的這樣的一個永久結合作為定義 才是我國憲法上這個保障人民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意志 也因此我也要提醒這個大法官的是 那如果這個真點四提到同性伴侶制 那如果立法者選擇以同性伴侶制這樣的一個制度 其實大法官還是必須要從憲法上保障人民結婚自由跟婚姻權的意志 來審查這樣一個同性伴侶制是不是合憲 而我的鑑定書很清楚明白地指出 世界上沒有一個司法承認這樣只是合憲的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劉鴻恩教授 回覆這個申請方的提問 關於婚姻自由跟人格自由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大法官過去歷年來的解釋 有非常多的解釋 都會在開宗民意提到婚姻自由和婚姻制度的時候 首先提到人格自由以及人格主體性 那其中在釋字第554號的理由書裡面 特別對於婚姻的目的 講到說是以人格自由為基礎 以經營有種共同生活 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發展 成為精神上物質上互相扶持依存的生活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緊密結合關係 甚至是視為婚姻的所謂的內涵 也就是婚姻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內容 那當然在大法官釋制554號 這樣一段敘述的一開始 他的主詞是說一夫一妻制 乃為了經營永久共同生活 點點點 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把一夫一妻制 這樣的一個一夫一妻這四個字的主詞 替換成其他的 並非是屬於傳統異性戀傾向之下 而是屬於今天本愛所細徵的 這個同性傾向的這一些人民們 他們一樣也有這樣的一個經營永久共同生活 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發展 成為精神上物質上互相扶持依存的 生活共同體的一個緊密結合的需求 他們同樣也是有的 而這樣的一個同性性傾向之間的一個結合 也一樣可以達成這樣一個 婚姻核心內容的一個目的 因此在過往的大法官解釋 雖然經常在說明婚姻的一個這個內容的時候 會提到一夫一妻 但成如之前的這個鑑定人 以及其實我們今天在場非常多的這個代表 都承認的 這其實大法官過往的解釋 都是因應在一夫一妻的這樣一個案例事實之下 雙方的這個不管是關係人還是申請人 也都是屬於異性戀的伴侶的情況之下 因此在這個脈絡所做的解釋 我們並無法就過去的案件 在他的脈絡之下所做出來的解釋 就定論在異性性傾向跟同性性傾向 不能夠同樣在經營用途有窮生活 或雙方人格要實現發展的一個需求上 予以區別對待 反而我們可能進一步要問的 當今天同性性傾向的民眾 在歷史上在社會上 有長期的一個結構性的弱勢 這樣的一個過往的一個發展 我們看到他跟性別平等 男女平等是同樣的 應該在憲法第七條 以及憲法證據條文第十條第六項 都應該把性傾向列為 同樣應該要去討論的一個平等的 審查的一個標準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追問究竟真正的理由 是什麼樣的理由 是不允許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合乎憲法的一個正當目的 不應該允許讓同性性傾向的民眾 同樣可以經營永久共同生活 雙方人格得以實現發展 精神上務實上互相扶持一存 當然今天在相關關西關法務部的說明說 透過伴侶法也一樣可以達成這樣的一個需求或目的 可是我們仍然還是要進一步追問的是 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從婚姻制度外面 透過一個所謂的伴侶法來實現這樣的目的 我們還是必須要能夠說明 憑什麼我們不允許 讓同樣有這樣的一個能夠達成 婚姻核心內容以及目的的民眾 不允許他進入到婚姻制度裡面 如果婚姻制度想要達成這個目的 婚姻的核心內容是這些內容 而同性傾向的民眾 也一樣可以達成這些目的內容 我想今天是要討論是不是納入 這樣婚姻制度以內的問題來做討論 好接著是台北市政府方 請把握時間 是不是請針對兩位 頂多兩位教授提問 是其實鑑定人的意見在 非常精闢的意見都已經在書面非常清楚 所以這裡我只澄清想澄清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陳惠心教授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修改民法或專法 來保護同性的婚姻都是可以 我只是要確認您所說的專法 仍然是婚姻制度對不對 就是同志的婚姻 而不是說另外一種非婚姻的東西 我想確認這點 還有 我以兵法問題問問 另外再請教就是 劉宏恩教授這一邊 在您的鑑定意見裡面有提及 所謂的隔離但平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想詢問劉教授就是對於所謂的民事辦履法或 民法的修正 不管透過哪一種手段 以隔離但平等的概念下 它究竟反映出怎麼樣不同的一個意義 是一個問題 第二我想請教我們張文珍教授 您在您的那個監聽報告裡有提到 大法官往往將婚姻跟家庭並列為社會形成跟發展的基礎 那其實看起來教授會認為說 在這個討論裡面其實婚姻自由跟家庭權 這是兩種不同的內涵概念 那因此想跟教授這邊確定 這所謂兩種不同的內涵概念 它到底他們是可包括 還是它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操作制度 在我們現在討論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這個議題裡面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陳偉勤教授 你是只有很簡短的答覆是不是 非常謝謝台北市政府的申請 讓我有說明的機會 我在我的鑑定書裡面說得很清楚 如果可以用民法來處理同性婚姻 那麼就必須用民法來處理 那在什麼時候可以用專法來處理呢 例如因為同性婚姻者長期在台灣社會 或者是人類很多的社會是被否定的 或被默然以對的 所以他們在縱使經過憲法解釋跟立法 可以成為一個同性的婚姻 他們可能在生活裡面 還有其他的層面都需要受到這個協助或支持 更重要的是 縱使修法了 台灣社會還是有一些人 因為長期習慣於異性戀的這個婚姻的想像 所以他們不免會不自覺的或者沒有辦法控制的 對同性婚姻者有攻擊或者是不能接受的行為 所以透過專法呢 是可以來處理這樣的狀況的 他沒有辦法在民法處理 所以我再強調 如果處理的是婚姻 雙方當事人婚姻問題 那麼一定要在民法裡處理 但是如果還要再額外的再來處理 那麼就可以用專法來處理 另外我也要針對那個同性辦理法來說明 因為我個人認為 同性辦理法反而是一個破壞婚姻制度的一個法律 我們必須透過把同性婚姻者納入民法 才能夠更明確的保障婚姻這個制度 對於整個社會的意義 另外定一個同性辦理法 其實是讓我們的社會在婚姻之外 又多了一個好像是在對抗婚姻的一個制度 它事實上並不是最理想的 以德國為例 他們從2011年開始 甚至到2015年的11月11號 梅克爾總理才提一個法案到他們的國會 希望要把同性辦理法改為同性婚姻法 納入民法的規定 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們發現 同性辦理法確實沒有辦法保障 這個同性婚姻者 想要進入同性婚姻者的基本人權 謝謝 好 我們就請那個劉鴻教授 關於申請方所提問的這個 民視伴侶法或同性伴侶法 是不是有隔離但平等的這樣的一個疑問 首先在民視伴侶法 在國際上面 曾如我鑑定意見跟各位報告的 這個有兩大類型 一種類型的一種民視伴侶法 他其實所給予的這樣的一個伴侶的權利義務 是比婚姻要來的弱的 那譬如說不得收養也不得繼承 但是他給予少部分的原本是屬於婚姻的這個配偶才有的一部分的權利 那以法國為例這樣的一個同性伴侶法 其實是不管是同性或者是異性傾向的民眾都可以申請使用 那這時候當然一方面陳如陳慧欣教授所說 這反而是弱化了婚姻制度 它是讓即使是異性戀的民眾 也有婚姻以外的比較不受拘束的一種選擇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 他其實也對於同性傾向的民眾的保障是不足的 所以這一種類型的民視伴侶法 我想是在本案徵典當中是無法符合申請人關於平等原則的訴求 因為在權利義務上是比婚姻配偶所能夠享有的權利是明顯要弱的 那另外一種類型的這個同性伴侶法 他幾乎將所有的婚姻配偶之間的這個權利義務 以及因此可以請求社會保險以及這個繼承等等的權利義務 都賦予了同性伴侶 但是當然在德國它唯獨還是到目前仍然還是不願意給予共同收養的權利 但其他幾乎都已經完全等同 在英國的話則是幾乎全部都是等同 連共同收養都可以 如果是這種類型的民視伴侶法 我們進一步就要問說 那為什麼既然權利義務內容都相同 但是就是不能夠是婚姻 當然這個陳如在這個相關機關法務部所做的說明 這可能牽涉人民在文化習俗上面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考量 或者是我更單純的說 這其實可能是牽涉了許多民眾在道德感情上面 他不願意接受 可是我們在今天是一個憲法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法庭 我們今天同樣要去追問的是說 是不是一部分人民的道德感情可以作為一個核心目的 去做人民的一個權利義務的一個限制或差別待遇 部分人民的道德感情上無法接受 是否就足以去針對在社會結構上 基於弱勢地位之同性傾向的民眾 給予另外一種制度 那如果我講的不精確一點的一個譯喻 就彷彿古代的宦官跟宫女之間 他們可以結合成一個伴侶關係 但是在當時的法律跟制度之下 不允許他們叫做夫妻婚姻 只允許他們叫做對食 那難道說在我們今天仍然是基於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共利益考量 我們不能夠把單純部分人民道德感情上無法接受 就認為是一種公共利益的目的 因此就可以去針對同性傾向的民眾 異性傾向的民眾 在同性伴侶法上即使權利義務相同 但是在名稱上在制度上 就是不願意接納它成為婚姻制度既有的一部分 究竟公益考量是什麼 除了部分人民道德感情無法接受 必須要說出來公益考量是什麼 如果說不出來公益考量是什麼 這就是一種隔離而平等的一個貌視平等 但實際上的目的是要隔離的一種對待 當然如果能夠說出公益考量是什麼 我們也當然很希望聽到有這方面的矩陣 但目前為止似乎就我所查到的資料 包括國外經驗以及關係機關的說明 沒有聽到這方面的矩陣 好 謝謝 我們請張文貞教授 謝謝 有關婚姻權跟家庭權的不同 我以上做這個說明 事實上我國憲法既沒有明文的保障婚姻權 也沒有明文的保障家庭權 過去大法官在幾號憲法解釋當中 常常去比較沒有精確的去定義婚姻權跟家庭權 而往往比較簡單的去說婚姻跟家庭 都是一些憲法需要保障的制度 事實上婚姻權跟家庭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家庭不是都是以婚姻為基礎 或是從婚姻衍生而來 也因此在本件的解釋上 我在鑑定一件書當中很清楚明白的提醒大法官 應該是要以婚姻自由跟婚姻權的保障 作為檢視民法上排斥同性性形象者結婚的 這樣的一個自由跟權利來作為主要審查的基礎 那這跟這個家庭權的 以家庭權的保障另外要給予各式各樣不同的家庭 例如祖父母或者是孫子女的家庭等等 其他的家庭的關係是兩件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剛剛回到真點第四個 那立法行程如果要給予這個同性性形象者 其他各式各樣的這個結合的關係 仍然這個必須要受到憲法上平等保障 同性性形象者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審查 那立法單制定一個同性伴侶法 並不能夠免於這個婚姻制在民法上或者相關的這個普通法體系裡頭 例如Common Law Marriage沒有去承認這個人民的平等的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非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很清楚的看到 許多這個原來只給予同性伴侶 或者某種程度承認同性的家庭的這些國家 包括德國在內 那都必須要進一步的去受到檢視 說那這些人民平等憲法上的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保障 是不是這個人有保障 絕大多數的這個從我相關的研究來看 事實上只要任何一個憲法法院被詢問到這個同性伴侶 或其他非婚姻關係沒有延伸到這個同性性形象者的 這樣子一個視線的問題沒有一個憲法法院能夠去做成說 那這些其他非婚姻的關係是沒有抵觸 憲法上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保障 那這也是我特別想要提醒這個軍庭的 是這個視線事實上有它的界線存在 那所以婚姻權跟婚姻自由跟家庭權跟憲法上的其他權利 必須要予以分開對待 而本案的真點事實上是婚姻權跟婚姻自由的真點 那不應該以其他的這個方式來去想像說 他可以彌補婚姻權或婚姻自由沒有的 這樣子的一個其他的解決方法以上 好 我們的巡答程序就結束 那我們現在休停20分鐘 我們在11點5分 11點5分呢 我們在續行延遲辯論的程序 vamo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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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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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